7日,据说二龙山警察署表示,以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,对民运旗离案调查。 据警方透露,民运旗前一天在龙山区一带营救状态下,驾驶电动滑板车时独自摔倒后被发现。 据说,附近的警察去帮助摔倒的民运旗时,闻到了酒位,于是将它交给了附近的派出所。 据警方究竟测试结果显示,达到了吊销驾照的数值。 随后,贝特黑得已发布官方立场,向公众表达了歉意,最终处罚结果,为处以罚款和吊销驾照。 由于该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,民运旗在警察已交后回家了。 对此消息曝光后,引发了汉网哗然,纷纷讨论道,倒在那里被发现正傻眼,到底喝多少。 更谴责道,认为醉酒驾驶的严重性,算它只是驾驶一辆电动滑板车,但也可能会撞到车辆或路人。 据悉,电动滑板车也是韩国许多交通事故的起因,因得到重视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呢?欢迎留言。 另外,苏卡今年3月进入中枪南道论山训练所,接受基础军事训练,目前担任社会服务人员。 退伍日期是2025年6月。 爱豆韩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,欢迎赞和订阅哦。